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過去這麼長時間習近平為什麼一直不敢去武漢 然後再來講一講武漢市市長周先旺 現在到底在哪裡? 他已經有很多天沒有出現過了,到底在哪裡? 現在網上有一個傳聞說是習近平已經到武漢 在2月3號到武漢視察了 這個傳聞是怎麼來的呢? 這是根據兩段在網上流傳的視頻而來的 第一段視頻的內容顯示的就是 在武漢的一條空曠的大街上出現了幾十輛豪華大巴士 豪華巴士周圍還有很多警察在巡邏在執行任務 很多人就根據排場來判斷說是一定有大人物到了 因為中國官場上面有一個規矩 就是官階越高,他出現的時候排場就越大 上一次李克強總理到武漢去視察的時候 他的排場都沒有這一次這麼大 所以大家很容易就判斷說是不是有人 比李克強的官階更高的人到了武漢了 全國只有一個人比李克強官更大 那就是習近平,這是第一個視頻 還有一個視頻就是顯示的是在2月3日火神山 武漢的那個新建成的傳染病醫院 正是第一天運營的時候 有一個領導去考察 那領導在考察了這個醫院的內部的情況之後 走出那個房子的時候就被錄下向來了 錄下者就一邊錄一邊說習近平來了 習近平來了,周圍的人不能夠靠攏他 那這兩段視頻是不是可以說明 習近平已經到武漢了呢? 我覺得這要打一個大問號 我是表示嚴重的懷疑 我覺得習近平到武漢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 為什麼這麼說呢?第一個疑點 就是這個視頻裡面顯示的領導 並沒有顯示出他的正面,只是拍了一個背面 而這個背面我仔細看了一下 怎麼看都不像是習近平,這是第一個疑點 第二個疑點就是視頻當中 這個領導和周圍的這些群眾 還有攝影記者,還有陪同他的官員 距離都相當近,近到那些人可以把唾沫心智 噴到他的身上,可以把病毒直接傳染給他 如果是習近平的話 他的防護措施不應當這麼鬆懈 所以我判斷那個視頻當中的領導 那只是武漢本地的一個中級幹部 可能是衛生部門的一個幹部 並不是所謂的高官,更不是習近平 那麼第三個更重要的一點 如果習近平真的是到武漢了 那所有的這些官方的媒體,所有這些黨的喉舌 一定會開足馬力來幫他宣傳 習大大愛民如子,不顧自己的個人安危 不顧染上病毒的風險 親自奔赴武漢抗疫救災的最前線 和武漢軍民奮鬥到一起 多麼令人感動啊 這麼好的這種宣傳的機會 他們怎麼會放過呢 但是大家看一看現在的官方媒體 絕口不提這件事情 那也就說明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 他沒辦法提 這是第三個疑點 那麼那些武漢街頭的豪華大巴士 那是怎麼回事呢 有很多的情況 可能讓這些豪華巴士出現在武漢的街頭 比如說如果是某一些外國的衛生機構官員 來武漢來考察疫情來了 或者是世界衛生組織到武漢來考察疫情來了 那麼中共是不是要接待他們呢?當然會 中共一向是他們把自己老百姓不當人看 但是對外國人是非常恭敬的 所以說這種可能性 這種由其他國家的這些官員來考察的這種可能性 那是存在的 而根本就不是什麼習近平來了 那習近平呢 確實是早就應當到武漢來考察了 你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在這個國家遭受這麼嚴重的災情的時候 你當然有責任有義務 第一時間趕到這個重災區 去鼓舞那個當地人民的士氣 去鼓舞全國人民的抗疫救災的士氣 這是你的職責所在 但是他一直沒去,為什麼不去呢? 有些網友就判斷說他怕死,怕感染上病毒 這個理由我覺得是不成立的 因為習近平他完全可以做好防護措施 讓他自己沒有任何感染病毒的危險到武漢去 比如說他可以把他的所有的這些服務人員 警衛人員都從北京帶過去 甚至是把他的車輛都從北京帶過去 和當地的人和當地的這些物品完全隔絕的情況下 他到武漢去停留幾個小時 去停留個半天不會超過一天 然後在全身而退 這完全是可以操作的 所以說他不去武漢不是害怕武漢的病毒 他害怕的是什麼呢? 害怕的是武漢的人民、害怕的是武漢的官員 甚至是害怕的是在湖北地區 在武漢地區駐紮的那些軍隊 他害怕的是政變和兵變 那這一次疫情之所以鬧到現在不可收拾的這種地步 禍害全國、禍害全世界 當然了,湖北人更是深受其害 之所以發展到這麼嚴重的程度 主要的責任人是誰呀?那就是習近平 就是因為他在12月30號接到武漢市的通報之後 疫情通報之後 他長期的不讓他對外界公佈 不讓武漢的老百姓、不讓湖北老百姓 不讓全中國的老百姓知道這個疫情的真實的情況 最後就造成了這個疫情不斷的擴大 因為所有的人都沒有採取防護措施 所以說病毒迅速的擴散 導致了整個防疫工作 錯失了在疫情爆發最初期的那一段黃金時期 防疫的黃金時期就這麼被耽誤了 就是因為習近平他所主導的官僚機構 他所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這個防疫工作 完全搞砸了 並不是他不知道這個疫情 今天2月3號華春瑩在怼美國人的時候 又不小心說出了實情 他本來是想說你們美國人沒有對中國 做出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但是他在說這個話的時候 他多說了幾句 他說我們從1月3號就開始 一直到1月31號一直在向美國通報疫情 一共通報了30次 每天都通報疫情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 中共高層知道這一次的疫情來勢兇猛 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說他們才跟美國人每天溝通 但是他們不僅不跟中國人溝通 而且還故意的掩蓋真相 而且他們還把那些要公佈真相的人 對他們進行打壓 對他們進行詢問、進行關押 這就是這個抗疫救災的總指揮 他所做的工作、他所犯下的罪行 所以習近平在這一次疫情失控災難當中 他應當是承擔主要的責任 那第二個責任、第二個罪行 他應當承擔的就是在疫情爆發之後 湖北封省、武漢封城了之後 他並沒有做好救援的工作 按理說在那個時候 他應當調集全國的資源 把全國的醫療資源、把全國的這些剩餘的 多餘的這些生活物資 全部都調集來支援湖北這個重災區 讓湖北人可以安心的在家裡面隔離 讓湖北人不用擔心自己的生計問題 讓湖北人有足夠的醫療資源 可以把那些病人能夠對他們進行治療 能夠進行隔離 把那些疑似受感染者進行隔離 如果做到了這幾步 那麼湖北人也就沒有什麼 對他沒有什麼意見了 武漢人對他也就不會有什麼怨言了 但是現在不是所有的這些工作全部沒有做 他就是簡單粗暴的宣佈封城 讓所有在外地的人不能回家 不能回到湖北 讓湖北本地的人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夠進行善後 甚至是讓大家生活都出現了困難 在超市裡面的那些食品被搶購一空 得不到及時的補足 所以說現在湖北的亂象,武漢的亂象 湖北人所遭的這些罪 習近平都要負極大的責任,都要負主要的責任 所以現在習近平在湖北那是急不得人心 所以說習近平他不敢去武漢 主要是怕去武漢引起了民眾的抗議 同時他也知道武漢不僅僅是老百姓恨他 當官的也恨他 因為他在疫情出現了之後 他不作為 但是最後承受罵名的 最後承擔罪責的 極有可能是那些官員 所以他們現在是一個水火不相容的 是一個敵對狀態的 不是習近平承擔責任 那就是那些湖北本地的官員要承擔責任 所以說這些官員怎麼能夠不恨習近平呢 那如果習近平到湖北 這些官員有沒有可能採取極端的措施 來發動政變、來發動兵變 或者是來鼓動民變呢?那當然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習近平他為了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的政治安全 他不敢去湖北 絕對不是因為害怕病毒 而是因為害怕人民、害怕官員 害怕湖北的軍民 他不敢去 那我對湖北的那些官員 和全國各地的官員 凡是共產黨的官員 我當然是都沒有好感的 但是這一次我必須得為武漢市市長周先旺說一句公道話 他當然不是什麼模範的官員 在這次疫情當中 他當然也犯了一些錯誤 東央不讓你發佈這個疫情 你可以自行發佈嘛 你在這麼重大的情況下 你沒有必要去聽中央的嘛 你就顯示出一點點你男子漢的氣概 承擔起一點點你對人民應當承擔的責任 而不僅僅是應當僅僅聽習近平的 僅僅聽中央的 他不讓你發佈你也就發佈 他能拿你怎麼樣 你最多不就丟個官嘛 但是你可以挽救很多的生命 你沒這麼做這是你的罪責 但是我給他說公道話的是哪一點呢 是他不應當承擔主要的罪責 主要的罪責是在習近平 而且他有勇氣把這個事實說出來 說我們早就已經向中央匯報了 是中央隱瞞不報 他把這個說出來這也是需要勇氣的 只不過是這個勇氣稍微來的遲了一點 但是遲來的勇氣總比沒有勇氣要好 總是給人民一個知道真相的機會了 所以就這一點我們要給他一個小小的點贊 那現在這位周先旺已經在媒體上面 好幾天沒有露過面了 這是很少見的情況很奇怪的情況 在這個抗疫救災的這種最緊張的時候 你最前線的一個指揮官 武漢市的市長居然不露面了 這是什麼情況呢?那在理論上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就是周先旺他自己 現在不想工作了,消極待政 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小幾乎不存在的 因為按理說周先旺現在他是為了自己的生存 他也要盡力的表現,要將功贖罪 所以他不會說躲在哪個地方不出來 這種可能性是很小 那麼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更大了 那就是他現在已經被習近平當局 已經被控制起來了,甚至被關押起來了 要找他算賬了,要對他進行打擊、迫害了 因為他說出了實行,因為他把鍋甩給了習近平 所以說習近平要對他進行懲罰 這種可能性是極其大的 所以說現在希望所有的湖北人 希望全中國的人大家都來關注這件事情 我們不能夠給習近平當局一個機會 讓他們自己挑選一些人 挑選一些他們不喜歡的人 挑選一些多多少少說了實話的這些官員 來做他們的替罪羊 我們不能夠讓主要的責任者 逃脫輿論的懲罰,逃脫歷史的審判 而讓他手下的這些蝦兵蟹將 去為他們承擔責任 這是不僅僅是不公平的 不僅僅是對那些作為替罪羊的官員是不公平的 而且這是對於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是相當不利的 我們如果再一次的讓這些真正應當負責任的人 透過了這個審判 那麼疫情各種各樣的災難 還會接踵而至的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最後中華民族就會萬劫不復 所以說現在無論受到迫害的 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 我們都要關注 我們都要支持那些哪怕只是說過一句真話的人 支持他們不讓他們因此而受到迫害 好了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